新春爱读书 看今晚陪你读什么书 不知道朋友们 对新加坡的看法是什么样子 对我个人的旅行经验里面 其实新加坡是很早期的时候 就造访了一个国家 那么在1990年代 台湾有一种特别的行程 叫飞越新马太 所谓的飞越新马太 就是菲律宾 越南 新加坡 马来西亚跟泰国 在七天或九天里面一次走完 而我在那个年代 就第一次踏上了新加坡的土地 它给我的感觉就是 非常的进步 干净 所以到处可以看到 各式各样的标语 要国民 要检点 要自爱 但是如果戏旧 就真正认识新加坡的朋友之后 我发现新加坡朋友之上 有两种非常强烈的特质 第一个是 他们总想着要怎么样 在人群之中 在企业里面 如果是学生的话 在成立上要取得成就 所以它是用精英的思考模式 而另外一种他们有一种焦虑 这个焦虑来自于就是 我是个蛋丸之地 然后我的资源有限 我要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人生 在接下来 能够按照我自己的规划来发展 所以无论是一般的市井小民 或是我现在所接触的文师作家 或者是演艺人员 他们其实一一一都有一种这样子的特性 而这些特性把它放到大历史的角度来看 我们就可以了解新加坡这个国家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那我手上拿了这本书 新加坡的非典型崛起 我非常喜欢这本书 这本书从这个196年 新加坡被迫独立的故事开始讲 那这个新加坡的第三任的总理说 新加坡可能是历史上 唯一一个被迫自由而独立的国家 大部分都是经过激烈的抗争 但新加坡不是 而在新加坡从一个海洋的海港的城市 怎么样迈向一个国家 这中间历经了什么呢 那非典型的崛起里面 它其实谈到的是 新加坡对国家还有对企业 它把这种模拟两可的想法 把它放进来 而且很意外的是 新加坡这个国家 竟然还有东印度公司的影子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你要透过阅读这本书才能够了解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这本书 叫做新加坡模式 那新加坡模式实际上它讲的是 新加坡这个国家建设的起点 其实论述是一个国家 是建国的一个最基本的根源 那我们怎么样去讨论这个国家 或者是去思考这个国家 而在所有的国家的探讨里面 有美国模式 然后甚至于有法国跟英国模式 那在所有的模式之中 有一个不只在企业上可以探讨 在国家里面也可以探讨 也就是所谓的新加坡模式 而新加坡模式里面 透过了这本作者陈思贤 他以他们这个国家 新加坡研究的角度来跟我们分享 怎么样从一个国族国家 也是19世纪强调民族主义至上的国家 变成一个城市国家 这一本书里面特别提出来的 就是希腊时代的联邦 或者是邦联城邦政治 那城邦政治的特性 也充分地展现在新加坡这个国家上面 最后面我们来介绍的这本书 实际上也是近几年来 我们透过电影跟报章杂志 常常看到的 也就是不平等的样貌 那这本书它特别在着重在 新加坡繁荣的背后 是不是有什么我们看不到的阴暗面 实际上在我在成长的过程里面 我在看到就是新加坡以前它有些 特种行业活动的区域 甚至于我们讲到的这些 这些第三性的这些朋友 或者是第三性的公关职业 其实早期在新加坡非常地盛行 可是为什么会慢慢地边缘化 而为什么没有办法 或是我们不可能在新加坡看到 所谓的贫穷 那么外来移工在新加坡这个国家 又扮演始末的角色 透过这一本不平等的样貌 读者可以透过作者的 体验调查里面 可以看到更多属于我们自己 国家里面忽略的事实 那新加坡只是他山之石 那是不是可以让我们 对台湾有更多的反省 实际上这也是这个不平等的样貌 这本书最重要的功能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你按订阅开启小铃铛 让青春爱德书告诉你 更多有关的阅读资讯 请不吝点赞讯